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我想因为这种性侵可能来自于能性之恶 实际上也没什么很大的意思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是否有一种中共针对这一种 我们说说民营企业家的一种布局或者行动 我不好说是刘强东 因为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像 马云也在上周披露 他有意持续阿里巴巴董事长的职务 也有像那个刘芳菲的老公 他最后前不久是起诉几个八个检察官 八个检察官是把他几乎是活活打死 所以说我就感觉到 是不是习近平有一种计划 也就是不停的在制造这种民营企业家的丑闻 最终让这些民营企业大佬全部完蛋 然后呢以国有企业来趋而代之 您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吗 对关于刘强东这个事件呢 有很多的传言 有的人说是有意设置的仙人跳 引他上钩的 但是引他上钩应该有个前提 就知道他的生活习性 知道他喜欢比如说 跟女孩子这样子 用这样的手段来带女孩子上床 如果说完全是强迫他做的 似乎可能性不大 他也许在国内人家盯着他 他到国外来认识他的人不多 也许这个风声会小一点 他胆子就大一点 何况这次他还是跟太太 据说跟丈母娘一家人出来的 所以呢 网上一开始流传了很多的一个视频 说那个人啊 这个长得是很性感了 这个有一对非常招人的 这个那个女性的性器官特征啊 然后呢就是说 网上有很多的照片视频 说那个人呢是受到专门培训的 据说有一种组织 就是花这个巨额资金 给这些人做更多样的这种美容 包括对乳房进行改造 对腰身啊 臀部啊进行改造 然后花大笔钱给他培训之后呢 让他勾引一些人上钩 这些人一般都是亿万身家的 一旦上钩之后呢 那敲诈勒索的钱 至少是几千万美元 据说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当然这都是一些说法了 但是后来也有一些人说 真正的当事人未必是现在到处 这个流传的这个视频和照片上的这个人 也许另有他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似乎还是有这个事情存在 但这个事情到底性质是 是性侵呢 还是主动的勾引呢 还是说一个女大学生很清纯 被刘强东这个有这种性骚扰 然后呢又谈不拢 最后就开始报警了呢 就这种情况不是太清楚 那么再加上你刚才说的分析的 可能是不是有针对性的 对民营企业家进行的一种构陷啊 打击啊 是有目的的来进行引导的 这点我们现在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之前 也不能下这样的结论 但是的确现在我们看到了 民营企业家确实在遭受一轮围剿 这个围剿呢 有的是官方有意图的进行的 比如说吴小辉 比如说这个已经死去的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就是很多这样的这个公司 都突然间一夜之间 他原来都是很有背景的 突然就感觉到没有背景了 后台倒掉了 然后这个公司就完了 然后呢老板们莫名其妙的去坐牢 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对外公布 所以这就比较恐怖啊 因为如果是经济犯罪 应该把经济犯罪的事实向外公布啊 很多就是还没有判 就把人抓进去了 然后呢各种信息得不到 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盖世太保的国家的做法 一个黑社会国家的做法 他根本不是一个按照习近平自己在十八档上强调 中国要建立法治国家 法治社会 法治政府 这完全是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而且呢习近平自己不懂什么是法治 他一直认为中国的法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那就是跟法治的定义完全是南辕北辙 所以呢 关于刘强东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背景 我们再说 但是刘强东目前呢 他自己显然不能完全否认 有类似的情节存在 那么所以呢 现在中国的这些商人们可能都要敲响警钟了 就是说过去你有钱 你任意 你任性 想在中国怎么样去玩弄女孩子都没问题 甚至跑到国外去找几个妓女也没问题 但是现在要小心了 因为中共可能就是要找一些毛病 找一些借口来下刀 这样的话呢 你辛辛苦苦打造的财富王国 很可能就会变成他人脑中之物 这一点呢 要警告中国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 现在呢 要小心 现在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时代 当然了 这个作为一个好的企业家 应该从各个方面要求自己更加严格 你如果是名人 一个有名的企业 那你的这个私生活还是要比较简点 就算是要有什么婚外情的话 也不是那么随意的 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感情的联络和培养 不是说 零食就像吃饭一样 点个菜就要上菜了 没有那么简单 下面说 现在关于范冰冰呢 因为涉嫌偷逃税的问题 当时被小崔爆料以后 这个事情呢 一直是一个热点 但是我们发现了 国家税务局介入以后 范冰冰似乎就消失 从视野中消失了 前不久呢 我们看到证券二报 证券二报啊 他有一篇文章就说到了 范冰冰已经被控制了 所以媒体认为 这可能是中共故意的放风 一种官方媒体 通过这种方式的放风 那么您如何看待 范冰冰被控制了 范冰冰这样一个名人 他走到哪儿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所以我想现在呢 他可能是有意识的尝溺自己 也就是说低调一点 想躲避风头 那么他躲避呢 最好的最安全的躲避方式 当然是到国外 因为他在国外也有相当的资产 也有相当的人脉 所以我相信 如果他下定决心 说自己挣了这么多年的钱 这钱也够消费了 找一个国家进行 无论是政治庇护啊 还是投资移民啊 我觉得富人投资的方式 改变身份方式应该是很多的 他一定有办法成为其他国家的居民 或者成为拥有国籍的其他国家的国民 所以范冰冰如果是讲 还留恋中国市场 还希望时不时的还能回国 恢复像以前那样去挣钱 我觉得已经是这种想法 本身就带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因为中国现在的环境 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 所以如果范冰冰还聪明 还能够听得见别人的忠告的话 我希望他能听到 类似于我这样的忠告 就是就此洗手不干了 你挣的钱 一般的中国人几辈子也挣不到 你能挣的钱 这么多钱也够你消费的了 从此呢 你可以退出演艺界 或者你在其他国家 用其他的方式表演 或者是换一种行业 都是有可能的 有那么多钱干什么不行 所以不要再留恋 如果要不听这种劝告 非要跑回去 说不定哪一天你就是下一个 当年的刘晓庆 刘晓庆还算是幸运的 最后只是罚了一点款 后来又是说调查弄清楚了 然后人又出来了 但是我相信如果范冰冰不听劝告 有可能他的下场 要比当年刘晓庆的下场要严重的多 不论刘晓庆的下场要严重的